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澳门公开赛的半决赛 这一场是男单 由印尼选手陶威克对战马来西亚选手关明洪 陶威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我也相信在咱们国内陶威克的球迷也是特别多 特别是女的球迷 好像喜欢陶威克 人很帅 球打得也潇洒 实际上陶威克前段时间也是来到中国的长州 成为大失散 但是他在这个比当中是输给了索尼 来 选手关明洪 他的事业排名现在还是比较低一些 陶威克 这是陶威克到目前为止的禁忌之路 他在前面是打过中国的选手文凯 目前世界排名第九 本次赛会的四号种子 比赛就要开始了 还是陶威克发球 好 你看 這個就是 一个运气球 打球 双方的这个打法都是很典型 而这个高明洪呢 看来身体的条件还是不错 我们看这个陶维克这个动作 应该说非常的放松 我们可以看呢 他这个技术动作呢 这个相比较而言呢 确实是这个我们看着非常的舒服 现在2比2 马来西亚前手郭文宏发球 正手推对角 反手又一个挑对角 平高球 杀 推 反手一个打对角 搓球 正手起跳 杀对角线 反手接着杀 平抽 但是这个球呢 这样的球呢 这个连续的给这个关门洪的施压 造成了关门洪这个反手这个挑球的时候出界 投飞可发球3比2 正手杀直线 铺直线 挡网 但是这个球呢 对 这个球郭文宏在往前铺啊 非常快 造成了这个陶维克呢 反应不及 这样的话呢 3比3 比分呢 还是咬的比较紧 放网 洗掉杀直线 漂亮这球 就是陶维克这个双脚起跳杀直线 我们看呢 男选手呢 很明显呢 就是双脚起跳呢 基本上是以杀球为主 对 这个相比而言呢 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女子单打的比较当中呢 中国香港选手叶佩妍呢 是双脚起跳有平高球的这种 而且比例还挺大 对 那么说呢 这可能也是自己的一些习惯 对 这是搓球 投顶掉对角线 正手放网 反手过渡后场 你看陶维克打的还是很有耐心 反手平抽 但是这个球是一个下网 对 光明红的这个平抽还是很有特点 刚才从那砍台上面呢 能够看到这个中国香港选手王晨和他的 应该说他的丈夫啊 郑一鸣在砍台上 也是十分关注 中国香港另一名选手 周密的那个比赛 对 周密这场比赛打的时间很长了 因为这边呢 叶飞岩呢 已经输掉了比赛 那么如果周密那边要再输的话 决赛就没有中国选手的面孔了 好球 漂亮 这个球是正手起跳 一个点杀 我们看这个 呃 在这个后场的这种起跳 扣杀这个技术上面呢 应该说呢 也还是有很多的变化 有中扣 有点杀 有批杀 嗯 然后再加上配合的这种 假动作的这种滑板 然后呢 也还会有一些的 这个起跳的平高球 所以呢 这个 作为男子选手来讲 啊 后场起跳 啊 这个去攻击 这种的 应该是 就是说的 作为男子选手来讲啊 必须掌握的 一个技术 而相比而言呢 呃 女子选手呢 如果也有这个 这项技术 的话呢 啊 应该说是 就是 很有特点了 因为作为女子选手来讲呢 力量啊 速度这方面 都要差一些 啊 这个 要起跳的话呢 有一定难度 那么我刚才看叶飞岩呢 就是 这种双脚起跳 实际上 这个 防备权也有 也有 呃 也也有 但是呢 叶飞岩要多一些 现在6比8 还是 陶飞克呢 领先2分 正手 杀对角线 然后快速的对 反手的这种的推扑对角 这样的话 两个对角线 拿下1分 9比6 看着很准 这种扑球呢 不需要力量很大 你只要推到适当的位置 对手就没法接 实际上在奥运会呢 这个决赛的可能当中呢 男子单打决赛 林丹对李宗伟啊 就是经常是林丹 打出这样的球来 所以确实是 那场球打得非常漂亮 把这些李宗伟 打得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是个接内球啊 感觉上好像是出现 陶飞克也提 但是 只有慢放 没有鹰眼 10比6 还是 改了 这球是主才改判了 因为是 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 一个接白球 搓 表球 反手过度对角 哎呦 这个球跟我 自己失误 想的太多了 对 他是一个反手的假动作放往 想骗对方 但是呢 自己失误 这样的话 11比6 陶飞克呢 来领先5分 来到了 赛中指点 指导时间 我们看呢 这是马来西亚队的教练 这是 西德克家族里边 5个兄弟啊 5个兄弟之中的 这是老大 米斯本 西德克 现在是 马来西亚队的男单教练 在这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像米斯本 西德克兄弟 在马来西亚 那真是 鼎鼎大名了 都是世界高手 5个兄弟 全都是打羽毛球 而且呢 啊 西德克的这个 呃 这个兄弟当中呢 老二和老三 都是打 双打 双打 对 而且是世界排名 也是 成马于十的 对 对 前边的这种排名 7比11 哇 这一个假动作发王又是 哎呀 对 但是这个球呢 还是 压的手腕呢 往下压的过大 它实际上是一个 头顶点杀对角线 但是呢 手腕呢 没有控制好 这样12比7 陶贝克呢 领先五分还是 这也是一个 头顶杀对角线 挡王 哎呀 这个关门红呢 是反手的 假动作的一个 挑对角线 关门红 我觉得 他在回球线路和落点上 还是很下功夫 嗯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 手上掌握 回球还是 相比较而言呢 比陶贝克还是要嫩了一些 搓球 吊对角 后场的 头顶的冰高球 但是出界 这样呢 8比13 还是 是关门红还是落后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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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又得了1分 9比13 好球 10比13 简直 明显呢 这几分球呢 陶贝克呢 还是 有些调整 我们看 我们看 接下来 他就要抢攻了 应该是加快速度了 看 从接发球开始呢 就是一个抢错 反手的一个抢错 14比10 杀 漂亮 好球 头顶杀直线 发球的一个抢攻 这样的话又是15比10 所以我们看这个高手啊 在比赛过程当中呢 他这个场上啊 这种情势 比赛这种节奏啊 掌握得非常好 调整了三分以后呢 马上就又拿了两分 放网 调起来 放的质量不错 但这个球调出了戒 11比15 这球又 也是 正手的调球出戒 这个出戒呢 比陶威克呢 这个要出戒的多了 所以我们看这种技术啊 这种细腻的程度 高手呢 有时候呢 也是出戒 但是呢 他总是这种 八九不离十 你看这球又是出戒 但是呢 相对来讲呢 可能这个年轻一点的选手啊 在这个 这个失误啊 出戒这个有时候是比较离谱 对 而且呢 会连续的失误 搓球 起跳 杀支线 放网 好 就这个假动作的放网 在杀完以后的这种 快速上网 抢高点呢 突然的放 这样的话呢 把比分呢 又拉开到18比11 气氛的这种差距 我们看另一个场地 朱晶晶 跟这个 中米 中米 对 很坚确啊 我们看 有起跳 杀支线 贾东舵的 这种球太漂亮了 我们看这个 陶威克的这种的手法 非常精湛啊 那他正手的一个 这个假动作的 这个平抽对角线 然后打完球以后 实际上 他是提前已经 到了这个 自己的反手位了 对方呢 正好打这个 他的反手 这样啊 他这一个反手的 对角线的 会拍啊 打到对方这种 反手区 这就得了一分 19比11 这个球 和平红我们看 对 这个球你看 他也是想 打了这个反手区以后 马上快速的 上网一个铺 但是呢 他还是想 再低一些 快一些 对 可是那个球啊 就已经是 陶威克的回的 数量 对 不差 机油点已经低了 嗯 这就是界外球 21比11 21比11 这比分上 差距还是比较大 嗯 的确 陶威克 我觉得这个 这一局打的 整体上 对于局势的把握 对于整个节奏 的控制非常好 呃 光明红 嗯 跟陶威克 比起来 可能差距还是比较大 嗯 有一定差距 所以呢 你看这个 从这个场上 刚才 呃 他这个 一开始是五分的差距 八比十三 然后呢 追到十比十三 这个时候 很明显的 我刚才说了 肯定陶威克 要加加快这个速度 对 结果很快一下 加快速度以后 就马上拿了两分 对 然后当对方 再拿一分的时候 他很快一下 就连续的得分呢 就基本上 就没有给对方机会了 对 你要给他 给陶威克 这种机会 你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 从这个 这种表现上来看呢 确实是 啊 把握比赛啊 这个阅读比赛 这种能力啊 非常强 对 对整个比赛的 这种场上的形式 对于整个场上 节奏 掌控 都在陶威克的手里 所以对为 作为这个年轻选手来讲 如何要冲 这些的老将 我们说的 这样的话 就必须 我们说要冲 啊 要坚持自己的 这种打法 嗯 啊 这个打出自己 这种特点来 来冲滑对方 不能跟着对方走 另外一个呢 这个心态上边呢 就是 你要拼 但是不要急 看来这光明洪 从这第一局打下来呢 总体上也是以拉掉为主的 这么一打法 嗯 在这个关键分上 另外呢 在多拍控制当中呢 就是这个还是稳定性 还是不够 嗯 嗯 这下上的很快 嗯 这个球就是 接发球啊 反手勾一个对角线 以后呢 马上跟上 啊 陶威克呢 搓一个球的话 这个关键分上呢 马上就是一个扑球 啊 假动作放网 过度对角线 对对角 放网 哎呀 这种球 对 啊 非常好的这种球 但是呢 还是想打得快 低一点 啊 这个动作就过大了 这这种球的失误 是非常不应该 2比1 过度后场 哎 太简单了 啊 啊 陶威克还是就是他他整个的心态就是不着急 对 2比2 最后场 哎 头顶杀之剑 结果呢 下王 没有充分的起跳 这个 觉得可能第一局赢得很轻松 反正无论如何 嗯 嗯 也能拿下来 哇 你回放的质量非常好 3比3 那 这好像是后场的结白 应该 后场出戒 4比3 跳起来 起跳杀球放网 起跳 杀对角线 好球 这球关公红 接的不错 再来 啊 好球 这球 哎呦 这球结白了 看着 嗯 好球 我们看刚才关公红非常的顽强 那么被动的球的话 还是把球给接过来 双方一个多拍 好球 陶威克这手上的下动作 就是太多了 非常的娴熟啊 搓球 这球是结白了 哎 哎呦 这确实是这边 还是真的是有 是有点 就在这边 实际上你看这种球 呃 陶威克之所以没有打 他觉得这球是接外球 很明显 对 当然 对 膝盖以下 才觉得不对 实际上就落的 这个上面稍微这个风向 稍微刮一点 就落在境内了 因为本身出戒也不是很多 对 嗯 这样的话 这一个多拍分 结果是陶威克的一个判断失误 这样的话呢 对方是得了一分 四比四 滚了个红发球 杀 贾宗多的对角线 杀 这个这种球的 所以我们看呢 就是每一次啊 只要陶威克呢 一个加快进攻节奏 马上就得分 对 就是你看陶威克 稍微紧一点 嗯 嗯 对手几乎是很难招架 嗯 我觉得这个冠冰红 他在后场杀文球之后 上的这下还是有点慢 嗯 因为你杀上网的话 应该都是在这个高点上面啊 这个球拍手应该是在网上 对 这个点上 这样的话给对方那个威胁比较大 如果你要是在底下的话呢 这样球呢 顶多是那个放网啊 过度一下 勾啊 或者是挑 这样的话对对方呢 威胁不大 这条掉球 漂亮 陶威克呢 今天这个后场啊 应该说这个出球的质量非常高 不管是杀球还是掉球啊 或者是这个平高球 应该说呢 还是把握的比较好 现在7比4 漂亮 这个球好球 我们看这个另外一个场地 好像是打了三局啊 对方是 那个场地应该也是第三场 这边第三场打了三局 都早就完事了 好的 漂亮 所以由于这个陶威德克呢 这个后场啊 起跳 杀球这个质量非常高 对 所以呢 当再起跳的时候 突然一个掉球 而且这种掉球又快又近 这样的话呢 让对方呢 很难接 8比5 反手平抽 平中平挡 走 啊 这球杀得好 这球呢 跟跟跟跟跟跟后场正手后场一个杀之线 这球杀比较好 这球杀得了一分 8比6 这球杀得好 我两个人都需要缓一下 这球杀的 这球杀的 因为作为羽毛球这个运动来讲 特别是竞技啊 比赛这种的 这个消耗体力很大 强度非常大 实际上这个羽毛球选手呢 一场激烈的这种比赛啊 应该说在场上的移动范围啊 在这个十公里左右啊 也就是说一万米 一万米左右的这种 而且呢 你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呢 你还要有一些动作 还要控制球 还有一些呢 要杀球 就用尽全身力量去杀球 而且是多次这种的 而且他都是往反的那种冲刺 所以羽毛球呢 要求这种体能啊 非常的高 又是一多拍 嗯 结拜 这游戏多拍打到后来啊 可能这选手越想 把这个球打的质量高一点 赶快拿下 这越容易失误 实际上呢 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的 我们说就在顶啊 对 实际上呢 就是那种情况下 你不要要求太高了 就是说对你控制球啊 确实是非常难 对 你体力下降之后 你手上的感觉 整个身体的反应都不一样 高手啊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够控制住自己 像这个 奥运会上 在这个半年赛的时候呢 这个 就是这个 嗯 好像是陈金吧 陈金对李玄一嘛 对韩国李玄一 好像是同牌之争吧 对 争得同牌 争得同牌的时候 这双方也是多拍打 但是呢 陈金 这个非常累的情况下 最后那一拍 孩子起跳 杀球 就那一下 就往往都能得分 如果你没有那一下的话 可能你一直还要突然去的话 自己可能就要垮了 嗯 所以呢 作为这个高水平的选手来讲 就在这个最后 这关键时刻 这一顶着一下 也非常的重要 这个确定是 这个 当然你要有技术 对 是吧 你要有技术 你得杀的杀 对 你杀的这个有威胁 对 是吧 但是呢 到了那个时候 的话 你就说 这个 这种这个 这个 咬紧牙关 就最后这一下 能不能杀上去 这个就是 自己得拼 就是一口气 也得顶啊 对 往往这些年轻的选手啊 就是 有时候有啊 就要叉这口气 如果你能顶得住的话呢 你应该说 就对这个 就是这种 有名的选手 包括这个 像桃维克啊 就这样 那就是 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冲击 对 你就是 你不能跟着他节奏走 你也不能让他说 他很舒服的去打球 嗯 这就结拜 8比11 嗯 这球 这应该是一个 不是太难的 他也 也已经反应到 这个球了 但是 非常快 出手很快 一下就放过去了 对角键 过度 杀之键 杀追身 正时候 你看 杀之键 没想到 然后呢 对方回到中场 再直接杀追身 你看这种球的话 桃维克的话 往往都是成功率很高 杀之键 头顶 好球 这个 今天啊 桃维克 赢的这场半决赛的话 如果要赢了 应该说 主要呢 就是在后场的这种进攻 成功率非常高 另外呢 这个往前的这种 平手快挡啊 跟对方啊 能够压制住对方 挑起来 嗯 切完了 挑出去 9比14 就是杀 一起叫杀就有 这个呢 杀的是一个 几乎是追身的球 但是呢 靠近反手位 这个球呢 关门湖 我想肯定是注意了这个自己的反手区 但是没想到对方杀的是追身球 而且非常快 反手 后场 点杀对角线 放往 哇 这个球 你看 这个球呢 对 我们看那个桃维克在这个 点杀了以后上往 你看他这个出手和这个机油点 都是在往上 对 点的非常高 这样的话呢 你在假动作 很快的把球放过去的话 对方很难接 反手发球 搓 后场起跳 杀直线 放往 反手掉对角 放往 打平高 劈掉对角线 杀 漂亮 一个正 头顶 这个突杀对角线 这样的话呢 17比9 又拿了一分 我们看这个球路打得非常清楚 等于是这个关明红呢 完全跟着这个桃维克的这种节奏走了 好球 好球 打我 反抽 啊 但是这个球呢 桃维克的反手的这个抽对角线 结果呢 角度过大 实际上他这种球啊 也是下意识的反手啊 就是奔对角线去抽 对 但是呢 角度呢 还是过大 10比17 嗯 结外 这样的话呢 是8比10 应该说 桃维克拿下这场比赛 不成问题 来 调直线 调起来 挡网 啊 这个球呢 头顶的一个半场的扑杀直线 这个球呢 应该说没有够到 机油点呢 不是很合适 这样的话 11比18 还是落后了7分 假动作放网 起跳杀直线 挑对角 推直线 再起跳 又是杀直线 再杀 推对角 掉球 打后场 放网 扑 漂亮 这球 这球 好球 漂亮 漂亮 好球 这球漂亮 啊 这个球 我们看这个桃维克呢 在这个进攻 和这个进攻 转防守 防守再转进攻 这个 这个环节上面啊 处理的非常的到位 这样的话呢 主动拳几次一手 这样的话呢 又得了一分 19比11 离自己这个胜利啊 已经是直指之遥啊 哎呦 这个太着急了 这时候已经 整个动作已经散了 没有信心了 20比11 又是一个11 哎 清点直线 但是这就下网 这样的话呢 12 我们看 我们看 传闻红 还是应该要 再多拿分啊 也说 应该要让对方啊 再付出一些代价来 不能让对方 轻而易举的 把自己给拿下 哎呀 这个手接内球 这样 是21 12 拿下第二局 2比0 干净利落的 战胜了 马来西亚选手 关明红 闯入决赛 这两局 几乎就对手 就拿了一半的分 而且这也是 我觉得前半程 基本上 唐维克还没有尽全力 对于比赛 整个节奏的 这个控制和把握 非常出色 嗯